一觸即发158优惠专案 迎战9月大爆发 用最甜最优惠的价格 买到下一波倍倍涨喷发主流股 第一档已经发动 请您立即跟上 目标就是要超越百分百 翻倍人生即可切入 加赖填写表单 咨询优惠专案 或拨打02-2523-1988 最优惠的价格 带您一觸即发158 是的 今天 你如果每天收看我的节目 你愿意把一些AI的资金 移出来 从8月14号到今天 9月1号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材料帮各位赚了250块以上 一张就是25万 就连我刚刚 要来这边现场节目 在电梯口遇到导播他们都说 哇 你的材料又大涨了 是啊 有时候心要打开一点 我们这边跟各位讲的股票很少 但是要跟各位报告就是最强的股票 所以我在讲 别人看不懂就是你的机会 你不要世界里面就只有AI 你如果说这个下半个月 你世界上只有AI的话 我跟各位讲 你真的不好过 真的不好过 那麻烦观众朋友 我要在讲材料之前 麻烦你们扫描一下YouTube 最近YouTube加入的人数 自从破万以后 我觉得速度还可以再快一点 那LiET也是一样 你还没加入LiET 请你加入 然后我们有任何新的讯息 都会第一时间跟各位做说明 那你股票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借LiET来视线给我 那我这个158一触即发 迎接九月大爆发这个活动 就到这个礼拜截止 我也说过了 一路向走来 航行不会等人的 你或许 成如刚刚加征讲的 这个八月份跌了五百多点 但是我问各位 你如果有做到 你有做到这个 真正有做到 材料KY的 你有影响到吗 时光有没有可能倒流 因为我今天我花点时间 来跟各位聊一个 做股票的心态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 会讲说 对呀743块好贵 对是贵 但是它有没有那个价值 好不好 743块贵不贵 你买一张的话 是花74万3 所以我常在讲说 如果说你们可以改变 一种思维模式 就是说我买材料 我把它当作 我买74块钱的股票 我买10张 可不可以 可以吧 你如果把它当成说 是74块的股票 买10张 你还会觉得它贵吗 那它贵有没有那个价值 我们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 它的毛利率 已经高达百分之六十 所以我说 你们一定要扫描YouTube 因为我的节目 你可以一看再看 你可以回去再看 8月14日那一天 我怎么讲 我说它年增24.37个百分点 这毛利率 你看 从原先的毛利率36% 一下跳到60% 这公司有多成长 那最后存益是真的 既增1.06倍 已经来到15.21了 15.21比四星KY的10块钱 还来得多 我是不是一直跟各位强调 虽然不同的族群 对不对 但是 它的获利能力 真的比四星KY好 股票就是借由它拉回的时候 你们要去切入 所以你如果说 你那个时候 你听得进去 我在这节目中 苦口婆心的跟各位讲 不见得都是只有AI 因为AI是不是主流 当然也是 但是你一定要等它 稳了以后 下次要再切入的时候 我一定会跟各位讲 但是资金 你不要闲置在那边 买错资金用错的用途 好 我们来看一下材料 743 请你记一下 743 一张是74万3 我们看下去 我该给你看了 我都给你看 743 这样一路这样走 我觉得 你们要坚持下去 我不是只有长的时候 我才拿出来讲 我几乎每天就跟各位 做这个报告 对不对 你看 到今天的高点 995块 已经快变1000块了 一张差了251块 也就是说 你当时 你在8月14号 你看我节目 你想 对呀 他赚的比四星KY多 四星KY 我们再来看一次 四星KY2455块 四星KY赚18.25 上半年度 我材料赚22块 那我第二季我赚15块 那四星KY第二季赚多少 赚10块 赚10块 我赚的比四星KY多啊 对不对 但是我当时的股价 只有四星KY多少 三分之一而已 所以他要不要补上 我也不用讲其他的股票 我就问各位 你如果愿意去买的 你买一张就好了 我不相信说 你现在两点收看我节目的 你74万3 买一张的钱 你付不出来 而且他也可以融资 我就问各位 我就用现股讲 因为现股好了 70几万 半个月的时间 帮你赚25万 那么难做的盘 你要知道很多AI股票 最近回回的很深 一直在撤一直在撤 可是 我请各位把资金移转过来 你看连这个外资啊 都连续三天在买 昨天买738张 投信连续12天买超 我就想说 我跟各位推荐的股票 我是不是一直跟各位讲 投信会进来 你这样木兰回首说实话 有很多人今天周末愉快 为什么 你有买到材料的 你今天开不开心 我每天就在跟各位讲材料 那会不会到1000块 我们就来看 反正我觉得这种股票 好多股票就是你要报老 那好多股票本来就等出来的 我再给各位看一下 时光倒流 我们看一下这一天 743 我跟各位就把这拿出来讲 我说他上半年赚了22块钱 4000kyy赚18块 我当然知道他们做的不一样 但是任何股票最后还是要反映的 就是我获利能力 对不对 那时候他只有700多块 那时候4000kyy已经2000多块 所以我问各位一下 那他该不该补涨 对不对 单季赚15块的 有没有条件去往千元卖进 我当然我不能预测 他以后会到哪里去 可是我们跟各位讲股票 就是他有拉回 有拉回 指标在低档 好观众们你看一下 我觉得有时候蛮开心的 蛮开心的 你看赚22.72 你自己看一看 有没有 这个是不是 你再比较一下 18块的4000kyy 对不对 你看22块 有没有 业绩是怎么样的大爆炸 你自己看这张图表 你就清楚了 7月营收又是双真 年增147% 你现在环顾台湾股市 要找到这种营收数字那么好的 你找得到吗 所以观众朋友们 当你还在 每天对着AI不会涨 你还在很痛苦的 环境里面在挣扎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他已经又要在 收盘是创了历史新高 收盘 上次的高点是997块 那今天高点已经来到995了 我们是从这一天跟各位报告 你看 是不是8月14号 就是这一波的最低点 有没有 那观众朋友们 那你们还要我讲什么 你们每个都说 要不要时光倒流 我说时光倒流就在这里 我最好的买点也是直接在电视节目中公开给各位看 我就是不希望说你们 你们的世界里面就只有真的AI的股票 所以当8月中 那个时候 我也必须讲 AI那时候还在最旺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独排综艺跟各位讲 你要留一道材料K1 你如果把一些资金 移到材料K1来 哪怕是你那么爱AI AI有在回 你材料你赚的钱 你要coverAI股票一定cover过来 所以观众朋友们你再看一次 想不想要要 要有类似这种股票 我跟各位讲 对啊 你这样一对照你就很清楚了 我什么时候给你看 你再对照一下 现在已经跑到哪里去了 我在这个最低点的位置跟各位报告 他就像一路这样涨上来 涨了250块 一张差了25万 十张差了251万 这是有量的股票 成交量是9000多张 那不是没有量的股票 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们就好好去想 为什么最近 你看到了这个 观众朋友给你看一下 是不是投信有在买 投信是不是一直在买 对不对 没错吧 我说过我讲过的股票 投信会买 我也没有 我很诚实跟各位讲 这天最低点的时候 743块跟各位讲 我讲完以后投信是不进来 包含你各位看一下 不只是投信 连外资都进来 有没有 外资连续买三天 有没有 昨天买了738张 那么贵的股票他还是进来买 那你们每天收看节目 我不知道你们在看什么 当然你买到了我恭喜你 这个周末你也很开心 那锁定超越天风的节目 其实很简单 我也说过158的这个活动 就到这个周末我们截止 你想要做类似于材料 这一种的股票 你就来参加我这个活动 好不好 有服务专线你可以来找我 那如果说你不方便打电话 我刚刚也开始有讲 你可以借由这个Liart 好不好 Liart 来私讯给我 说你要参加这158活动 你要做类似材料这种股票 我觉得股票真的不要太多 我跟你讲 我如果一天跟你介绍三四十档股票 然后其中有一半都是AI的 我看你 你已经挨不出来 我跟你讲真的 你要庆幸说 超越天风的节目跟别人不一样 我当然知道我讲这个 对很多人会讲说 他股价比较高 或者他没有像AI那么热门 但是你们来到股市是要赚钱 还是要享受热门 人多的地方不见得好 对不对 好 那我就只能这样 你想要做材料的 借由V158的活动来找我 那如果你们已经买到材料的 我就续报吧 反正251块 一张就是25万 10张就251万 你们都看在眼里 对不对 那我们前两天 有没有跟各位讲碳化器的台亚 这是当天跟各位讲 这个股价壮地 二次黄天加差往下 融资也是大捷 这是他的基本面 我说当业绩 第四季业绩一开出来的时候 本身一个月只有3亿多 然后未来会多出9亿 那上次为什么会往往上 这一波涨了73% 就是因为大家非常认可 他第四季有这个条件 那股价经过修正下来以后 出现了背离 回测季线是一个买点 你看 今天就开始攻了 所以我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股票不要太多 我就锁定一些 未来有机会的股票 对不对 不一定要是AI 对不对 像这种稳稳的 不是很好吗 AI在回的时候 它开始什么 开始就发动了迹象 那我昨天跟各位讲什么 我昨天开始跟各位讲这个 怎么样 你自己看看 今天十全威钢平安 强不强 我觉得做股票 你不要局限到说 好像没有AI就活不下去 真的 那我问你 那最近我坦白讲 我当时AI我是这样讲 我说最强的是技嘉 最弱的是伪创 可是当技嘉不长的时候 伪创他要在守技线的时候 我问你要怎么做 观众朋友 我问各位一下 这个当然你们都知道 这是我代表做 问题是他就不长了 他在不长的一个情况下 他要回 昨天好不容易锁到技线 那今天他技线又在这边 横来横去的 那你们要怎么做 我讲实话 我也很想做AI 问题是现在AI就动不了 代表说之前的筹码 非常的乱 那既然我们资金要有效的去分配的话 是不是要另开战场 当然要啊 所以我会跟各位讲 这比较分析 你自己看一看 今天很多AI的还是不强 但是各位看一下 我昨天说他反压量能线已经过了 昨天拉到快涨停 对不对 今天一样还是续强 昨天外资买了1854张 我给各位看一下他的现行图 我觉得就强啊 对不对 一根长后已经成长了季线了 然后呢 所有军线往上站上所有军线之上 昨天外资是不是大买 大买了1854张 所以我们要的就是要知道说 接下来有哪一些股票 他会更强的股票 对不对 这是品 这个 今天是不是很多人开始跟你叙述啊 这DLNFH要开始涨 我们昨天已经开始跟各位做这个报告了 而且我昨天也跟各位讲 这量能反压量能线 一般人看不懂 问题是我们看得懂 那同样的你在看这档股票 这益龙店 为什么要转 要把一些资金转过来 因为上次报告益龙店完 他是月线是做一个突破的 那益龙店上次拉到涨停板 前两天我看 又回到上升区之间这个缺点 我觉得不错 你看 AI的股票再回的时候 你看他就相对就比较强 虽然还没大涨 但是 他就跟AI不一样 这个都是你们有看过 我在见识节目中跟各位讲的 为什么最近投金委连续四天买 买钞 你看一下 现行上跟AI的股票就不一样了 所以各位在做股票 不要就是一直执着在 一定要做什么股票 你真正要做的是要来赚钱 而不是去趁这个热度 所以你看一看 经过了这段时间 你没有发现超越巅峰 真的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我如果每天还是跟你讲 AI 非买AI不可 我告诉你 你会把我节目关掉 可是你有买到材料KY的 你哪一个人不会竖起大拇指说 老师真的很赞 是不是 743块 这波的低点告诉你要买 到今天 995块 差了251块 一张差了25万 10张差了251万 你要不要谢谢我 所以我们这个158的这个活动 为各位量身定做的 你如果要做类似材料这种股票 不要客气 来找我就对了 我们有服务专线 记得来找我 我们休息一下 下个节目再见 谢谢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识一点一点累积 创造财富 创造情绪 我们刚才谈的比较高价 那我接下来跟各讲比较低价 因为很多人有在问 最近一家好强 对不对 系统好强 精英很强 我昨天在节目中 我也讲 我说我要拿给各位看 我最早我发掘一家是多少钱 你们不要吓到 我发掘一家的时候 来看这张表是17块8 其实这都是以后变成教材 17块8的时候就发现 然后呢 当时半年线穿越年线的时候 是19块附近 你们不要吓到 现在一家当然不可能有这个 这叫量能反压量能线 要记得 我昨天讲 平安就是量能反压量能线 这个比较少人知道 当时是19块钱的溢价 量能反压量能线 刚好来给各位做教材 当然它在上涨的过程里面 大家都看到了 我从月K线来看 当时 我说它月线是一个大底 那时候在二十几块的时候 我只让各位去回想一下 我们当时怎么跟各位讲 溢价这张股票 就一路这样涨 一路这样涨 7月5号的时候 来到38.25 你知道吗 到今天的高点 这档股票涨了173% 那你有时候 我们去回顾一下 我只是拿案例给各位看 回顾的时候 我们一直跟各位讲 你要从月K线来看股票有错吗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一家 你来看一下月线 我这个还画在这里 各位看到了吧 这是不是月线大底的股票 强 所以有时候格局要大一点 因为刚好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再来回顾的时候 当时的想法 然后现在来给各位做一个验证 就是这样 那一定会还有人问我说 那还有没有低价的一些股票 昨天我就讲说 我不是平白无够拿一家 所以给各位看 而是让你知道说 其实股票一开始的时候 都有可能是低价 慢慢才会变高价 那我给各位看一档股票 你参考一下 因为最近大家都在问 系统 哇 系统很厉害 系统涨了134%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很强 当然我没有做到系统 系统是从16.6%到今天的高点 来到38.8% 总共涨了134% 那精英 2331的精英也很强 他这波是从这里开始涨 27.1% 27.1%涨到41.45%涨到53.8% 他都是集团的股票 然后都是从低价开始一路拉 那我就看了一看 那观众朋友们一直觉得 材料太贵了 那我就想 那有没有比较属于集团色彩的股票 还没涨 我有看到 大家可以稍微留一下金保 金保体财蛮多的 最主要 其实股票要有机会 除了他基本面以外 各位要看一个现行 我们看一下 你会发觉他上次这波的高点 这样子回 是不是刚好回到季线 有没有跟我们前几天 跟各位报告的 一样 他当时回到季线 我都可以买台亚 对不对 他是不是也是回到季线 对不对 指标是不是在低档 是啊 指标是在低档 对不对 指标在低档 那我们看一下法人怎么买 法人这一波 开始集中买的时候 是在8月2号 我给各位看一下 帮各位算一下 他买了多少张 他从8月2号开始买 买到8月31号 他总共买了39000多张 金价大概在16块5附近 所以我觉得 外资都买了那么多 那今天收盘16块6 几乎就是在外资的成本附近 他买那么多 为什么买那么多 我也不知道 那我只知道这张股票 你如果看融资的话 所以有时候找股票 就是花点功夫 你看融资是不是大减 他减了被谁买走 都外资 那外资为什么要买那么多 一定是有想法的 会不会是下一档系统 下一档精英 我们就看下去吧 因为毕竟来讲比较低 股价位阶比较低的 他这条下降压力线 我觉得机会也很大 为什么我要借由一开始的时候 我刚刚给各位看一家 一家最早讲的时候是17块8 我刚刚把证据给你看 到今天创高48块6 那你觉得他涨多少 他涨了173吧 那我才会说 如果说你们觉得说 低价有机会的话 那我接下来 当系统精英完 我觉得金能保集团里面 股价最低的应该就是金保 他应该是有机会 就周末帮各位做一个功课 你们看一看 但是我说实话 如果让各位再重新选择的话 我再问各位一次 你们不要再跟我讲 股价高或低 我很慎重再跟各位讲一次 下次如果遇到这种 700多块的股票 你就把它想成是70几块 你买10张就好 好不好 因为说实话 你们来到市场上 就是要赚钱 你不想赚钱 那你干嘛来到市场 我可以在那么低的位阶 跟各位报告 然后这涨上来 200 已经涨了251块 一张差了25万 你们要的就是 来到市场上赚钱 对不对 那你们还会说 一定要做AI吗 从这几天 你看到这个 每天AI在回的时候 材料就一直往上涨 一直往上涨 一直往上涨 你想要做材料KY的 我这158的活动 门槛很低 你来找我就对 来找我就对 因为我觉得 来到市场上就是要赚钱 你不要局限说 一定要做什么股票 我再三跟各位强调 有时候把一种心态 转换过来的时候 就海过天空 我才会跟各位讲 其实当时 743块股票 你把它想成是 74块的股票 买四张 你就买下去 买下去到今天的时候 一张帮你赚了25万 十张帮你赚了251万 你周末快不快乐 当然是快乐 所以观众朋友们 我这个158这个活动 就到今天 这个周末我们就截止了 门槛很低 是为各位量身定做的 你想要做材料KY这种 可以大赚一波的 有服务专线你来找我 那你们也可以借由什么 借由这个LIOT 加入我LIOT 那私讯我们的服务人员说 图老师有一在想 有类似材料KY这种股票 我想要做 那你一样可以借由 加入LIOT 私讯我们的服务人员说 你要做类似材料KY这种股票 真的不容易 从跟各位推荐完以后 涨了200多块 预祝各位操作生理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特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勾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